嗨,你好,我是Berry 上期我讲到病毒作为一个生命体的话可能是无敌的 不过病毒也不是这么好当的 我想进去 滚 我们人体自带一个全年无休360度全景监控 实时应答的智能免疫系统 而疫苗的发明就是利用了适应性免疫系统 我只能非常粗略地讲一下 拿病毒入侵取例 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有三层的防御系统来打击入侵 第一层是物理防御 也就是我们的皮肤 它能阻挡大部分的病原体 因此有些伤伤病人 他们的直接死因就是因为细菌感染 第二层是先天免疫系统 也叫做非特异性免疫 包括粘膜和白细胞免疫 各种体液中的杀菌物质 以及胃酸和肠道菌群都是 相关的白细胞呢 包括这些 这些细胞的作用在于 非特异性识别和消灭可能导致感染的病原体 只要有异物 进入 就能激发免疫反应 身体会有炎症反应 也就是红肿痛热 它特别是反应很快 一般几个小时之内功能非常强大 注意这些免疫细胞不是精准打击 比如有时候他们把无害的物质也识别为敌人 就会引起我们的过敏反应 我好像对硬币过敏 其中巨氏细胞和树突细胞比较特殊 除了吞噬病原体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抗原沉地 假设病毒狡猾地破了前面两层关卡 入侵了细胞 轻一点 这时候巨氏细胞或者树突细胞 发现并且吞噬一个病原体 然后会发送信号 告诉B细胞和T细胞 动摇动摇这里有敌人请进行精准打击 知道 于是第三层也就是适应性免疫系统 就被激活了 T细胞在受到抗原刺激时 分化成效应T细胞和记忆T细胞 效应T细胞是专门识别被病毒侵染的细胞 它可以让被病毒污染的细胞裂结死亡 我还特别讲一下辅助性T细胞 辅助性T细胞也形成记忆T细胞 它会记录下病毒的信息 即便下次这个病毒再入侵的时候 它能够马上识别进行打击 一提的就是HIV病毒 感染的目标就是人体的辅助性T细胞 相当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细胞被裹挟了 所以说HIV真的很难搞 那么B细胞是干嘛的呢 B细胞主要产生抗体 辅助性T细胞会激活B细胞开始分裂 产生一部分僵细胞 分泌出数百万个能够识别抗原的抗体 另一部分会成为长寿的记忆B细胞 而这些抗体能识别抗原 辅助吞噬细胞精准打击 是的 你体内有着最智能的战斗武器 我们的先天免疫系统反应很快 就像是医院的急诊室 但这套细胞缺乏记忆里 而在感染的过程中 会激发适应性免疫系统 能形成免疫记忆 所以当再次感染该病原体的时候 这套系统就会利用记忆 对它做出更快速更猛烈的免疫攻击 搞清楚了抗体是怎么来的 那么疫苗就是用生小病的方法 来预防大病 它是将来自病原体的抗原 注入机体来刺激免疫系统 在不引起疾病的情况下 引发免疫记忆 疫苗发明的故事我就不讲了 总而言之在医学上 疫苗是一种治病的全新思路 可是我今天为什么要说疫苗尴尬呢 虽然各种报道 这个说疫苗已经开始研发了 甚至还要说疫苗已经研制成功了 先冷静一下 可是大家要记住 在现实生活中 几乎没有哪种疫苗 是在疫情结束之前开发成功的 疫苗的开发不是想快就能快的 疫苗从研发到投入使用 分五大阶段 研发注册生产流通使用 其中研发阶段 临床前研究和人体临床实验 是重中之重 比方说临床前研究 要先分离病毒 培养毒株 在细胞和动物模型里面 做各种各样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研究 要证明它无毒无害 并且有效 才开始人体临床实验 而人体临床实验分172737 要招募筛选 合适的受试者 在严格监控下注射疫苗 还要高密度的监控注射后的情况 一般人体要几个星期之后才会产生抗体 然后还要观察一段时间 看有没有毒害 这个过程是快不起来的 它不像其他的流程是可以开绿灯的 全部临床实验期间 一般是要三到六年的时间 甚至可能十几年不等 第二个是失败率 临床前研究和人体临床实验 这两个环节 基本可以淘汰99%的候选药物 是的 中间出任何问题 都可以宣告研发失败 然后重新再来 讲完开发的尴尬 我们再来讲一下市场的尴尬 一般像流感病毒疫苗 开发出来以后 有可能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疫情已经过去了 市场也缩水了 甚至都找不到合适的受试者 疫苗和你错过了 还有像RNA病毒的特性 我上次也提到过 它很容易变异 比如季节性流感病毒的疫苗 今年打过可能有用 但是对付明年的病毒 可能就没有用了 所以每年世界卫生组织会统计全球采集到的流感病毒样本数据 然后去猜 明年会流行什么样式的病毒 怎么像我们市场圈干的事呢 然后制作新的疫苗 那到底还要不要打疫苗呢 所以我就要讲到第三个疫苗尴尬的地方 我们人类是群居动物 打不打疫苗 其实不是一个人免疫的问题 而是涉及到群体免疫的问题 当群体中大量的个体对某一种病毒都免疫的时候 那感染链就会被中断 而在人群中会有一小部分人他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他们属于疫感人群 这部分人是要依赖群体免疫来保护自己的 而且即便你自己打了疫苗 可是你周围大多数人都没有打疫苗 你一样是会有感染风险 而这个问题已经在美国出现了 称为疫苗犹豫 也就是父母不相信疫苗 甚至反对疫苗 因为之前有科学家说 麻疹的疫苗可能导致儿童自闭症 虽然后来揭露这科学家是拿了某个利益团体的贿赂 但是这种谣言会造成疫苗接种下滑 本来在2000年就宣布根除的麻疹 在美国又一次的爆发 疫苗的注射肯定会引起免疫反应 以前可能会有发热 乏力 倦怠 但是现在很多疫苗的技术已经可以让人感觉不到它了 进来 过了 会发生过度反应的是极少数 会发生死亡的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 早期的疫苗用的是死亡的病毒或者是细菌 确实会有风险 就是有一些病毒可能没有被杀死 而后来的疫苗只有那些有害物质外壳上的抗原 而且现在还有基因工程疫苗和mRNA疫苗 这些技术也都在不断的完善 疫苗的作用也不仅仅是用来针对流感病毒 也开始用来针对肿瘤了 疫苗的技术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总结一下 你身体内有很多白细胞 每天都在努力的护你周全 疫苗的出现让现代人的寿命至少延长了30年 但是疫苗在开发和使用过程中会经历好几个尴尬 但是不代表疫苗接种是没有必要的 它不仅仅是个人的免疫 也是群体免疫 即便它开发比较慢 但是它带来的力一定是大于弊的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 记得给我同频点赞在收藏 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期 我们下次再见 Bye Bye